有時候媽媽們或爸爸們 帶小朋友出去玩的時候 一定有遇過這種 小朋友上吐下泄的情況 有 我會好像中諾羅 他中 然後去兩天而已 回家 開始從小的開始吐 吐完拉 然後再來大的開始吐 吐完媽媽吐 吐完爸爸吐 然後我們就吐成一團全家吐 然後後來小姑打給我說 你們怎麼樣 我們這裡也全家吐 結果 就我公公沒有吐 他是代言者 諾羅本人 真的嗎 我們在想 他真的是那個 腦袋吃腦袋的始祖 對 就是我們全家就中 然後就是枕邊人沒事耶 好神奇耶 太恐怖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像我是有一次 我們那個樂團的尾牙 大人我們就在那邊吃火鍋 然後小朋友在那邊 跑來跑去玩啊幹嘛的 吃完那一頓飯 隔天 我的小女兒就開始發燒了 對 要載回宜蘭的路上 就開始發燒 然後我想說 怎麼可能 昨天還玩得這麼開心 然後結果後來晚上 我婆婆就打電話來說 妹妹送急診了 就開始全身都起疹子 天啊 對 然後就是腸病毒 然後過了兩天 三天 我本來想說 那我大女兒會不會怎麼樣 因為她們都是一起的 然後結果後來兩三天之後 我大女兒也發燒了 天啊 就換 所以我們那一天 我們就是那個禮拜 我們包了 兒童病房 對 兒童病房 對 包箱 包箱 全家住院還有優惠 對 白衣都厲害了 這個病毒真的是很危險 病毒真的很恐怖 很可怕 問一下趙教授 我是說 其實外出有一些病毒 我們真的防不勝防 對 但有沒有什麼方式 酒精 其實聽說酒精是不是 其實是最低階的殺病毒的方式 對 酒精一定是最低階 但是也代表說它是必備的 其實我要補充一個 就是 你吃了刺身之後 然後你有吐的這種現象 其實有一個關鍵就是發燒 如果你沒有發燒的話 應該跟病毒沒有關係 但是有時候 有些那些 這些魚 它本身有一些細菌 就算它是新鮮的 但是那個細菌還是存在 比如說它切的那個刀子 也不乾淨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吐 不代表是暈喘 有可能是這些細菌 跑到你的胃裡面 去刺激你的胃腸壁 然後反而你會吐出來 其實不見得是壞事 它就等於是一個排毒的現象 是 對 那我這樣講來 就是說這個病毒 還有這些細菌 這個酒精是不是一定要用 其實基本上是對 因為酒精 它可以把這個細菌 或者病毒外面的這個外套膜 把它給融掉 可是它不是有一些病毒 又沒有這個膜 對 有些沒有 像比如說我們講的這個 腸病毒 糯羅病毒就沒有 所以這個就只能靠勤洗手 而且這兩個比較好笑 你知道嗎 尤其是糯羅病毒 其實就是排泄物不乾淨 排泄物 你沒有洗手洗乾淨 然後你又剛好吃到排泄物 或是嘔吐物 你現在是在說雪莉的婆婆 可能不見得是 可能是烹煮這個食物 可能也是 小孩子換尿布 對 他們上完廁所 小孩身體裡面有膠羅嗎 對 他摸 對 摸到了 孩子了 我們不暗示 好 好 接下來這個是金黃色葡萄酒菌 它是細菌 這個東西哪來 你知道嗎 就是比如說你去吃一些 需要就是廚師在那邊現切的 但是這個廚師 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有可能 像比如說燒辣也要切對不對 對 如果那個廚師手上有傷口 或者是它有包紮 天啊 就很容易有金黃色葡萄酒菌 然後你在吃的時候就拉肚子 那會 就拉肚子 對 這個拉肚子 而且這個金黃色葡萄酒菌 會拉得滿慘的 真的 有點像下粒那樣子嗎 對 然後會吐 然後大腸桿菌的話就比較常見 就是我們一般 就是拉肚子都是大腸桿菌 對 然後黴菌就沒有辦法了 就是比如說你掉地上 掉地上不是只有病毒跟細菌 還有黴菌 就是黴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可怕 寄生蟲 教授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你之前好像有在別集講說 赤氯酸水是不能接觸皮膚的 然後我們這次 鄉民就特別提出 他麻煩我唸出來 如果有點攻擊性 那不要介意 他說真的是胡說八道 砰 沒有 砰 砰白水是 赤氯酸鈉 NACLO 強檢具腐蝕性 赤氯酸水是 HCLO 微酸致中性 砰 我家全部都是不同科別的醫生 砰 我每天都用赤氯酸水 頻率不下百次 雙手皮膚好的不得了 考試都考了100分 沒有 我每次赤氯酸水都當作 乾洗手來處理那 砰 其實赤氯酸水這個東西 真的好多說法 對 到底是 沒有 其實我們 就是 胃腹部就說了 這個赤氯酸水不能接觸皮膚 對 那好 我既然有人吐槽 那我們就講一點專業的去打臉 所以 對 就是他這邊有講到說 漂白水赤氯酸鈉 叫做NACLO對不對 這是一個化學物質 然後這邊赤氯酸水叫做HCLO 裡面的差別是 前面一個有NA 那個是鈉 然後這個前面這個是 這兩個東西看起來好像不一樣 對不對 對 但我告訴你 當我們這兩個東西 融到水裡面去之後 這個NA就會跑掉 然後下面這個赤氯酸水 這個H它也會跑掉 所以真正可以作用的是 CLO 所以這兩個東西作用的東西 其實方向是一樣的 所以你說誰比較毒 我是看不太出來 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為什麼不能碰到皮膚 跟用到身體呢 其實就是這個CLO 它會帶有一個負電鶴 你知道有正電鶴 負電鶴嗎 對不對 還有利症鶴 什麼利症 利症鶴 跟利症鶴比較熟 好 因為它帶負電鶴 所以它碰到我們皮膚的時候 我們皮膚上面有細胞對不對 對 這個細胞就會產生 它會讓這個細胞產生 叫做自由肌的東西 那你說自由肌好嗎 當然不好啊 所以皮膚就會慢慢用久了 就會老化 就會溃爛 那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去游泳池裡面 也會放綠 對啊 那個綠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那個綠更嚴重 那如果要這樣的話 大家不能去游泳池 因為去游泳池就糟糕了 沒有游泳池 我都少... 老了兩歲耶 游泳池那個是二氧化綠 二氧化綠是碰到水之後呢 它會揮發掉 它不會溶於水 碰到水它就跑掉... 所以你會聞到 是 它不會溶到水裡面 但這個是溶到水裡面去的 所以兩個不一樣 所以它那個揮發掉之後 就沒事了 再次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東西不能碰到皮膚 但是是可以做環境清潔 沒錯 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塑化劑不好對不對 對啊 對 可是 當你今天吃了一個塑化劑的東西 你隔天就會不舒服嗎 不會 你一定要長期慢性的累積 所以你這幾個字加起來 我們也運用到這個 次氯酸水上面的話 你就慢性的每天噴 噴一點點... 實際上你的皮膚久了 還是會壞掉 而且現在更多 你說噴了就算 有一些是已經變成物化的 對啊 那個... 會吸進去 吸進去更快 對啊 所以大家其實在選購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 除了75%的酒精之外 次氯酸水記得就是 噴環境 環境使用 OK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 一定還有一些聽過 什麼不好的 不衛生的習慣吧 有沒有 有哦 像我小時候 就是只要固定寒暑假 回阿公阿嬤家 我就是家裡的 因為吃飯的時候 阿公阿嬤都... 就是疼愛嘛 疼孫 然後都會輪流 就是每天三餐 那個菜都會幫我咬一咬 因為那大概是一、二年級的時候 還是會幫我咬 就是從小咬到大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像阿嬤會咬金針菇 阿公就會幫忙咬牛肉塊 金針菇 整個很豐富的 好忙哦 愛這樣子 然後我爸爸如果有回來 我爸爸也會幫忙 再咬一道菜這樣子 真的 所以我那一碗都是 可是也這樣吃很久 可是大概後來就是 我一定固定這樣吃 只要吃一個禮拜 我一定後面就是狂吐狂謝 我覺得跟口水那些 就剛剛遇到 幾乎三個人的精華病毒 對 真的耶 可是到後來再大一點的時候 身體還滿強壯 就不太會老 我在想說應該是有抗體 有抗體 你們到現在還會這樣子嗎 餵小孩應該不會的 不會 會用剪刀 對 其實他會吹 現在連吹都不可能 但是那種剪刀 我也是覺得現在就用剪刀 或是還有一些碎食物的機器 對不對 可是那個是僅限於我們 就中年人來用 還可以 因為對老年人來講 他用剪刀 他說 不用 不用 不可以這樣給他吃 人家稍稍稍稍稍稍 他自己剪 他剪不到 你知道 他就剪一剪 他就還是人家 準備 而且都用假牙 因為他自己剪 他看不到 所以他還是會習慣用那個嘴巴咬 對 他用假牙咬耶 不是 現在是不是 現在是不是也有個說法 就是說其實小朋友 盡量讓他吃原型的食物 對啊 對啊 訓練他的咀嚼能力啊 對